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 看看这个研究里究竟有什么结果呢 这个做实验的话这结果有什么呢 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他表明 这个他有上下文 就是他这个实验嘛 他不是发表了一些实验结果吗 就是这个实验结果表明什么呢 那开始到聚末是宾遇从聚 说是普通人呢 Average individual 一般人普通人 普通人的睡眠的周期 是怎么样呢 就是穿插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眼球的运动 一阵一阵的眼球运动 这个birth可以表示一阵一阵的 后面出现两个独立主格结构 来去修饰这个眼球运动 什么样的眼球运动呢 可以看到后置正语 有一些some 像是somebirth of eye movement 有一些眼球运动呢 是这个飘忽不定而特别缓慢的 而另外一些呢 是忽动忽停而非常迅速的 这个some可以看到后面省掉的being others还是可以看到省掉的being 因为being在非贵动词和独立主格中出现 一般都可以省略 那么里面看一些细节呗 比如第一个那个be punctuated with 咱们讲过了 是穿插有什么什么东西不说了 咱们看那个pecular birth 非常奇怪的一阵一阵的眼球运动 pecular奇怪的就相当于咱们课文中 第三行中间靠前一点 那个odd 刚才出现过奇怪的 第三行中间靠前一点 然后后面那个birth表示一阵一阵的 咱们看是什么 the birth本来表示崩裂爆裂的意思 裂开了 不是什么爆炸开了 但这里表示一阵 它表示a short period of a particular activity or strong emotion that often starts suddenly 它说一小段时间的某一种活动 或者强烈的感情 而且经常是突然间开始的 这么一阵 一阵活动啊 一阵感情啊 可以用它 比如说 a sudden birth of activity 一阵突然的活动 a sudden birth of energy 一阵突然的这个能量精力的爆发 a sudden birth of anger突然间发脾气 发了一通脾气 a sudden birth of enthusiasm突然间一阵热情 一阵热情 再比如说 spontaneous birth of applause 自发的一阵一阵的掌声 spontaneous表示自发的 没有人去推动的 自发的一阵一阵的掌声 这个我们在第三十个还会碰到 我们看177月第九到第十一行 177月第九到十一行 第三个课 就是海底探险这个书 而birth of activity 一阵活动 什么呢 与这个扑射海底光纜 相关的一阵 这个突发地震活动 很快证实了挑战者后的发现 那很多海底的部分呢 大概两到三英里这么深 并且呢 存在着大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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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繁杂的海下的一些特征 这个具体的句子到三十个后讲 这个aburse of activity 突然的一阵的大量的行动 一阵可以用这个burst 本就是非常奇特的 一阵一阵的眼球的这个运动 some drifting and slow others jerk and rapid 我们说是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就是前面那个 eye movement some可以看到这个省略的病 那独立主格不就是 这个逻辑主义加非味动词吗 这个逻辑主义就是some 会不会非语动词beeing drifting and slow 这beeing被去掉了 我们说beeing能被省 无论是独立主格 还非语动词都行 others还省略的beeing jerky和rapid两个形容词 前面beeing被去掉了 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另外我们看看这个drifting 那个drift还有jerky 分别是什么意思 drifting来自于动词drift 什么意思呢 to move change or do something without any plan or purpose 没有任何计划 没有任何目的的移动 改变 或者做模式 漫无目的 漫无目标的移动 或改变 这叫drift 这飘移了 四处飘移 比如说 the crowds drifted away from the stadium 这个人群呢 从体育场中 慢慢慢慢都散开了 都回到自己家了 漫无目的四面八方都有 四面八方散开了 再比如说 Jenny spent the year drifting around Europe Jenny花费了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 在欧洲四处游荡 漫无目的地在闲逛 这个drift表示漫无目的地移动或改变等等 这眼球呢就是飘忽不定的 就是他一会儿唱上下 一会儿上下 一会儿左右 一会儿等等 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模式的 飘忽不定 而且很缓慢 added jerky 另外一些呢 这个这个这个 互动互停 而且很迅速 咱们看这个jerky什么意思 jerky表示 making sudden starts and stops 突然间开始 又突然间结束的 并且not moving smoothly 颠簸不稳定的 叫jerky 我们跟老师读一下这词 jerky jerky 呼动呼停的 颠簸不稳的 你比如说 the disease causes sudden jerky movement of the hands and legs 这种疾病会导致 突然间的手或者腿 突然间的一些动 就出动 就是得了这种病了 呼动呼停的 颠簸不稳的 就jerky 说是有一些眼球运动呢 飘忽不定 缓慢 有些的呼动呼停 而且速度很快 后面下一句话 我们看这个这个 在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People woken during this period of eye movements Jenny reported that they have been dreaming 这个画下滑线的部分 那是后制定语来修饰people woken过去分词 在这些眼球运动的时间之内 被唤醒的人 怎么样呢 Jenny reported 这位移动词 后面那当然是编语送去 他们在做梦 过去完成竞争史表示 被唤醒之前一直在做梦 是这个意思 好 咱们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When woken at other times they reported no dreams 当在其他的时间 被唤醒的时候 他们没有报告 他们在做梦 When woken当然省略 When they were woken 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说过 状语从语的省略 大家还记得吗 状语从语主语 跟逐语统一 我们看都是they了 状语从语卫语里出现必动词 那么一般就可以把状语从语 逐语跟必动词同时去掉 所以只是when woken这个结构 这是复习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好 看下一句话 下面句话比较复杂 他说 If one group of people were disturbed from their eye movement sleep for several nights on end and another group were disturbed for an equal period of time but when they were not exhibiting eye movements the first group began to show some personality disorders while others seem more or less unaffected 前面这个黄烟寺的整个是一个if从语引导的一个条件状语从语 里面成分比较长 当这个有一组人被打扰 就是在他们眼球运动睡眠期间被打扰 就被吵醒的时候 而且一连好几晚上被打扰 就是正在做梦的时候被唤醒了 正在眼球运动时被唤醒了 那么for several nights on end 就是时间状语 就连续好几天 连续好几晚上 on end表示连续连续几天连续几个月连续几个小时 咱们一会会说 and是引起了if从语并列的第二个if从语里的内容 他跟前面那个one group of people这是并列的 another group另外一组人 were deserve for an equal period of time 他们被打扰的时间长度是一样的 但是怎么样呢 but后面这one从语 是牵刀在if从语内部的时间状语出的 但是当他们没有表现出眼动的时候 exhibit不是展出展览的 是表现出显示出 就是他们眼球没有运动时被吵醒的时候 那会怎么样呢 那么the first group 就是第一组 就是以眼球运动时被吵醒的人 开始会表现出一些人格上的障碍 就是在人格上会出病了 而while是并列廉词 表示我喜欢读书 而他喜欢看不到 我喜欢喝水 而他喜欢尿尿 对吧 表示而就是个并列廉词 而其他人呢 看上去几乎没有生影响 more or less 就是这个做梦的时候被干扰 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这里面我们重点看一看这个其语 on end 表示连续多少多少 这on end 相当于in a row 或者就相当于更熟悉的 successively 连续不停地 咱们大声来读一下 第一个 end中读 所以中间不连读 不要叫on end 它不这么读啊 大声呢 on end 第二个连读 大声里面 in a row in a row 再读副词 successively successively 连续的 你比如说 some places are so successful that they run for years on end 有些续剧如此成功 以至于他们连续上映很多年 这三册22课 熟记台词里边 有这么一个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she's been voted best actress three years in a row 她连续三年 被 这个 这个被投票 选为最佳女演员 连续三年 three years in a row 连续什么什么 可以 用它来用 我们看看几个托福听力题 这几个在 新冠的三册论练过 咱们现在再看一看 number 25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25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这个男人关于Linda 暗示什么呢 咱们看选哪个 好了 差不多了 正确答案是 C选项 对吧 she worked on a chapter for quite a while 她致力于写这一章 已经好久了 好长时间了 为什么选C 把原本再看一看 number 25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第一个女的说 第一个女的说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ever在一文句中 表示到底 加强于序 三册讲过 Linda到底有没有完成 那个序言这一章呢 就是这个书的序 叫introductor chapter chapter里边是某一章了 第二个男的说 I'm not sure 我也不知道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她换回了连续好几个小时 来重写了 Hours on end 连续好几个小时 那么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关于Linda这男的暗示什么呢 但是他写这张 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了 for quite a while 这个选C正确 再看另外一道 托福听律之地 好 再听一遍 这里面在暗示什么 我们看选哪一个 上来就是正确答案 选A 对吧 she wishes the rain will stop soon 他希望这语能快点停 为什么选A 看人们 好 这男的先说 It's raining again 天又下雨了 第二你就说 Let makes it four days in a row 这就一连四天再下雨了 No thing ever stop ever 再一文句到底 你认为到底停不停得了啊 你那意思是什么呢 希望的雨快点停呗 好了 which我们用虚拟去 用的是would 这是对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连续不停的 这名字 再回到剧中 那么连续几晚上 在眼动睡眠期间被干扰 被打扰 另外一组呢 他们这个被干扰的时间长度是一样的 但是当他们没有表现出快速眼动 没有表现出眼动的时候 exhibit在这不是展览 而是表现显示出 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是个书面语 我们大声在读下 exhibit exhibit 我们知道做动词可以表示展览 但本文中表示 to show a particular feeling quality ability or form of behavior 就是能够表现出某种感情 某种属性 某种能力 或某一种形式的行为 表现显示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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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显示显出 这个意思 比如说 she is beginning to exhibit symptoms of stress 他逐渐开始表现出了紧张的症状 这个表现出了 显示出了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patient exhibited signs of fatigue and memory loss 这个病人现在表现出了什么呢 疲劳的症状 还有记忆力的丧失 这个fatigue表示疲劳疲惫 咱们在第十一课 这个如何变老的讲过 好 咱们再回到剧中 他说呢 这个 当他们没有展示出眼球运动的时候 被 他们被同样时间的被干扰 被调形 怎么样呢 那么 the first group 第一组人 begin to show some personality disorders 这个show就是刚才这个 exhibit 这是个替换 对吧 还是表现出 表现出人格的一些障碍 一些疾病 这个disorder 我们在三册讲过 本来可以表示混乱或骚乱 在这里边表示这个身体 或者是头脑上的病 疾病 一些障碍 disorder第一个意思 表示混乱或骚乱 这个意思比较熟悉 那本文中是表示 an illness or the mind of the mind or body 身体或者头脑方面的病 疾病 不是 或者障碍 比如说 he's suffering from severe mental disorder 这个呢 患有严重的 这个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 he had treated her for a stomach disorder 他曾经这个 给这女人治疗过 治过她的胃病 胃病 叫stemic disorder 这是疾病或障碍 本文中会展示出 他说了会展示出人格的障碍 而另外那些人呢 就是在没有 也没有眼动时被朝鲜的人呢 几乎就没有受到影响 more or less 咱们说了 等于almost 后面那个unaffected表示 没有受影响的 没有被改变的 后面一边经常可以跟 戒此拜联用 他表示 not change or influence by something 没有被某个东西改变 或没有受到影响的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People's rights are unaffected by the new law 人没权利 并没有受到这个新的法律的影响 或者改变 再比如说 the children seem unaffected emotionally by their parents' divorce 这些孩子们 似乎在感情上 没有受到他们父母亲离婚的影响 叫inaffected 后面经常跟爸也搭配 就未受到某个东西影响 我没有被什么东西所改变 好 咱们看整个文章最后一句话 the implications of all this were that it was not the disturbance of sleep that mattered but the disturbance of dreaming 那么 所以我这一切的含义是什么呢 implication 叫做含义或者暗示了 所以这一切的含义或者暗示什么呢 这个 it was 后面跟达菲固定的强调剧情 被强调成分是这个句子主语 但在那边有个not 后面有个but 刚好构成不是而是这个结构 被强确实是主语 他说呢 并不是这个睡眠的干扰重要 而是对做梦的干扰 这个更为重要一些 matter做动词就是重要的意思 这强调的成分是 不是这个 而是那个 这个句型是我们回忆起来 在第五课讲过的一个类似的句子 就是29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这个他用的是是什么什么 而不是 if there is one which I take you to doubt then it is older people who created not the young themselves 就用的是而不是 这又还是强调句行吗 it is a woman 对吧 如果真有所谓年轻人问题的话 对此我不敢沟通 那么也是老年人制造出来 而不是年轻人本身 这个句子跟本文中刚好强调的相反了 是什么什么而不是 我们再回顾一下12课的最后一句话 12课 70页的第14到15号 70页14到15号 if there is facilitated forgery it is the bank which will lose not the customer 这个依然是是什么什么而不是 如果这使得造假变得更方便了 那么是银行将会造成损失 而不是顾客 只不过在这小的距离下的位置 我们说在一些什么科普性的文章 科技英语中有的时候可以用比较正式的which 但通俗应用中 even用that和who 但也是个强盗句 怎么说过 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我们再复习下第六课 35页的第11行到第12行 第六课 but the significant thing is not the behavior of the players but the attitude of the spectators 这就是这个否定前者肯定后者了 但是重要的事情不是以运动员的行为 而是这个观众们的态度 把这个句型咱们总结出来 本文章是it is not什么什么 man matters but什么什么 并不是这个重要而是后者重要 对吧 这是本句中的 还有刚才我们那几个句子中看到的 it is什么什么什么 that who who which 怎么怎么 not 是这个怎么怎么样 而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在这个科普运用中可以用which 对吧 还有我们看到的 the significant thing is not什么什么 but什么什么 重要的事情不是什么什么 而是什么什么 咱们看看用本文中的句子 能不能把它改写一下 本句中 it was not a disturbance of sleep that mattered but the disturbance of dreaming 咱们看看用刚才那几个句型替换一下 该怎么去换 是不是可以不把它变成 it was the disturbance of dreaming that which mattered not the disturbance of sleep 你看变成了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了 对吧 是睡眠的这个这个做梦的打扰 比较重要而不是对睡眠的感动 这个可以吧 或者用刚才significant thing这个搭配 the significant thing was not the disturbance of sleep but the disturbance of dreaming 这个含一样嘛 重要的事情不是对睡眠的感动 而是对做梦的打扰 也行 那我们把第六课的句子再改一下 the significant thing is not the behavior of players but the attitude of spectators 那用本文中的结构该怎么说呢 it is not the behavior of the player that matters but the attitude of the spectators 那么不是运动员的兄妹中长 而是这个观众的态度中 再用刚才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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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前者否定后者呢 看怎么说 i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spectators that matters not the behavior of the players 倒过来了也行 反正这个句型都是强调剧 都是强调肯定一个 否定另外一个 这个语序和表达 咱们把它弄熟了 我们就怎么写怎么用了 好 这是我们比较麻烦的第十九课 这个话说梦的本质 这个书 里面细节也是比较繁琐和麻烦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把课文的关键内容把它记住 好 这个书十九课 跟老师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